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这个POP大国民 六点到七点钟的节目 今天在六点钟 我们为各位请来的一位 POP大国民 他真的是POP大国民 他说他要退休了 在年底会有一场 非常精彩的作品的呈现 当然不只是他的作品 还有跟非常知名的 陶生体的陶冶 还有郑中龙的作品 那三个人的作品 会能够创造出 什么样的一种氛围 而且在这作品之后 他就说他真的要退休了 最近媒体报道说 他会过得很废 我很好奇 一个非常自律盛言的 他怎么样把废这件事情 当成很有自律的废呢 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我们现场就是 云门五级的创办人 林怀民 怀民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 废了 我为什么会犹豫一下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要怎么样子开场 跟林怀民老师说 他跟我说 不要再讲小说了 我每次碰到他 我就说 哇 我当年看 禅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 时间真快 云门到现在也46年了 对不对 到年底 应该这么说 1973嘛 对 你刚刚讲禅 50年了 禅是50年嘛 你刚刚还跟我聊天 说陈品要把它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了 50周年版 50周年版 禅的 当一个人的生命 动辄要用40年 跟50年来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 情何以堪 我告诉你 我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一篇文章 讲当年的中央医学院院长 吴大友 我看那个文章的时候 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可是我说不上来 我还仔细再想一下 回头再看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因为他在文章中说 他最近北大毕业的 50周年的同学们 在一起聚会 聊到往事 我一直在想说 大学可以说毕业50年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历程 他最起码是70几岁以上 才能够讲我大学 毕业50年以上 对不对 对 可是年轻的时候 像我年轻的时候 觉得一个人25岁 最好就死掉了 那个时候我们看35岁的人 觉得他老中 我当年是认为30岁以后 差不多了 我就25 可是后来25没有 就延期到30 那30也没有死呢 就自暴自欺就算了 就算了 你看那些伟大人 就很早死啊 什么韩波什么 可是丘吉尔如果那么早死 他就不伟大了 可是变那么胖也不太好 对不对 而且说抽Sigar 味道不好 那个年代有他们的氛围 现在他那个动作 你就一定很不正确性了 每天会被骂死 对不对 老师 你刚才讲的 我们就从这里慢慢聊 当我们的生命走过25 走过30 像你讲的 不再像年轻的时候认为说 到那个年纪我就该走了 就这样走下来了 你觉得是靠什么 靠一种生命中有一种 报复 有一种期望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满街都是引法族 大家就不知道怎么 就活过来了 是吗 可是那边没有一点 对日子的希望吗 比如说我希望做一些什么 我希望的完成 必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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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活着这个事情 今天看起来不是那么难 只是怎么活 这个事情比较难 你那个世代 算是存在主义的世代吗 应该是 对不对 应该是 可是存在主义的世代 其实我后来慢慢体会 我觉得生命里面有一种非常顽强的韧性 活着就像学习服事的神话一样 对对对 那个石头掉下去 每天再推 每天再推 隔天一掉下来 隔天再推 不就这样一路走走走走 走过了那个世代吗 其实我们把事情讲得太过了 这知识分子的讲法 有些时候我都觉得 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伟大 一个妈妈 一个祖父 每一天都要烧饭 这个事情真是不能想象 然后你烧出来的饭呢 家里的人还挑三替四的 然后你还是第二天还想 还变花样的做 我觉得这个是生命的力量 所以编的舞有观众看 没有什么了不起 妈妈们做饭 天天做这个事情是要尽力的 可是你可能不觉得 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 我们每天过日子 没有人会觉得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伟大 可是一个编舞家 或一个小说家 或一个电影的导演 把一个平凡的日子 拍成一部感人的戏之后 哇 那个日常daily life 变得很了不起了 充满了哲学 或者是戏剧的意义 对不对 也没有错 可是我看我自己的作品 总是觉得千尝百孔 所以你就是 你就假使屁股工作吧 你也不感觉得自己是那么好 你退得下来吗 当然退得下来 我所谓退下来是说 决心是下了 可是你觉得 不是决心下了 你的身体跟你的惯性 能够要花多久时间 才能够习惯退下来 这个我不知道 可是我最近练习的不错 我12月30号退休之后 我就是云门的顾问 就今年年底了 年底 那明年1月1号以后 我的身份就是一个顾问 那顾问就是 有顾 有问必顾 不问我就不顾 没有问我呢 你不要做backseat driver 你会游山玩水去吗 我会到国外去 好像我要到国外去 然后看看拿自己怎么办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我退下来一定会很糟糕 但是我觉得 我的新的挑战是 怎么过日子 你还会编舞吗 不会 怎么会去编舞 就完全不编了 就在 要编就干嘛要退 对不对 你去编了以后 你不要去管 让别人去 有这种事吗 不会吧 哇 你说你不去舞团 我都还觉得蛮能接受 可是不编舞这件事情 那你不觉得 这是完全跟你生命 这四几年来的生命 是就say goodbye 你听你这样说起来 好像我很爱编舞 我想我年轻的时候 大概有创作欲问 可是后来 大概就是过去的 二十多年来 就是因为我在 我在云门工作 我有负责任 我要按时要交货 所以就编舞了 不编好像也可以 可是我这样问你 不是没有来由的 比方说你在年底 这个要准备在这个 连续在这个 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还有国家戏剧院 台北的国家戏剧院 还有台中的国家歌剧院 大剧院 这个推出的这个表演里面 我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 说你这个秋水 这个整个的构思 是因为在旅游的时候 在日本的时候 是这样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想的 这是我 我懂我懂 就是说创作这种东西 是一种 你当你看到什么东西有感的时候 一个创作者 一个惯性就是 这个如果变成舞蹈 他会怎么样去走 那自然的 这是对的 你怎么抗拒这个部分呢 抗拒这个很痛苦的 不是不是 这是因为要演了 他们常常问我说 你明年要演什么 他们开始筹备 那他不问我也觉得 就这样过了嘛 那秋水的故事很有趣 因为前三年前吧 云门要做一个募款餐会 那大家来了 吃顿饭 餐会而已不好嘛 总体很有诚意的 演那些东西 那么支持云门的这些 旧的作品都看过 那如果表示你的诚意 应该就有个新的作品嘛 所以 临时编的 临时起义 那我就想起来 我那一年我去京都 到修学院离工 那那边是山嘛 然后就沿着一个小溪这样走 日本人真的是很讨厌的 那个水沟的水 你看下去啊 好像是可以拿来喝的 所以基本上那个小溪就是个大水沟 可是清澈见底 那上面还有一些水草 有几片红叶子在飘 我就觉得很美 所以当我们开完会说 要编一个舞 我就请我们的长期的partner 张浩然先生 张浩然先生曾经帮我们拍过 稻河 整个在池上蹲点 拍的很好的影像 我就说你要不要去日本去京都 他很高兴啊 然后半小时后 他打电话给我 他机票订好了 民宿也订好了 哎呀 我觉得我好 那一刹那我觉得我老了 我觉得我老了 人家怎么动作这么快 然后他就去了 我就告诉他去拍什么 去拍什么 所以我们就有个backroom 所以我就有一个午假的秋水 然后我就想 我要编一个秋水 所以这个舞是三年前的舞 哦 哎 很简单的编 然后这回 呃 因为需要 所以把它整顿起来 这是我第89号的作品 第90号 就是呃 去年在呃 欧洲都得了很多奖的 OK 关于岛屿 所以总共的作品就编号到90了 嗯 就到90了 就到90 还是觉得好舍不得 哎 酒好像还可以有无限的潜力 对不对 请免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想我有你从此变得精彩有趣 不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op radio是我扬起 就一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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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我们现场是大家一听 刚才那样子 呃 很轻松的 但是也弹出了很多人生的 这个体会的啊 这个林怀明老师 老师你相不相信 永恒这件事情 我说永恒是说 你相不相信作品是可以永恒 或者我们努力了 什么东西可以永恒 还是你相信说 只是一个阶段 就是在这边 我们尽我们本分 做了 但它是不是永恒 我们也不知道 我的人生哲学 是金刚经的最后的几句 梦幻泡影如露如电 这个是一开始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的人生 还是随着岁月慢慢走下来 我去了印度以后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切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做那么多作品 去反映一个时代 去呈现一些故事 挖掘一些曾经被压抑的 被奴役的 被欺负的灵魂 这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 有意义 不你不做这些 你既然活着就是这些 但是我们做表演的人 最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演完后目落下来了 连空气都不流 我们的演出真正会留着的是 观众对他的一个 记忆跟一个想象 所以目落下来就没有了 明天这个五重演 可是不一样了 所以舞蹈是舞蹈音乐 我想这个时间的艺术 绘画不一样 绘画不一样 反古一个画 挂在那边就一直挂着 书也是 我刚说禅可以50年后 重在版 不能想象 但是舞蹈就是没有了 所以你刚刚问我 永恒吗 有永恒这个事吗 但是你再回顾自己 90号的作品了 90个作品 89 89个作品了 好 94 你刚刚说89 那在前面有一个 是倒过去的 所以每一个作品 其实在当时 我相信 比如说像我现在 都会回顾到某一些作品 我曾经有过的那种 非常精彩的画面 我也许就一定是忘记了 整个过程 但有些画面 你脑海中就记得非常深刻 对一个表演者来讲 这样就够了吗 这样就是在人的观赏者的心目中 触动了他某一些心灵的部分 然后触动了他某一些 生命中的感受 他甚至当时可能会流个眼泪 这就是永恒了吗 对一个表演者来说 瞬间就是永恒了吗 我不把这个事情 看到那么伟大 它不永恒 而且它是不被注意的 那么一个艺术工作 一个艺术品 一个艺术工作 事实上就像在 地下道里面的卖唱的人 大家就这样 匆匆忙忙走过去 但是你不能没有他 你这一天有心事 你听了他唱歌 你就停下来 听他唱个五分钟十分钟 你得到安慰 我觉得艺术家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操纵骨架的上下 也没有生产面包 到最后我们只是在地下道旁边 唱个小调的人 哇哦 你这形容好形象化 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在想 你说你退休了 可是做了这么久的一个 云门舞集的创办人 然后透过舞蹈 传递了很多的讯息 那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时候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 可是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 我也同时想到 比如说像我自己 人生这样从年轻 一路这样走过来 我有时候会回想 哇我以前年轻时候 看过的陈云珍 看过的杨德昌的电影 就一个一个的这些画面 有时候会在生命中 会想说天哪 那都是我人生中某一些 很重要的一套 我透过那个标的 我才知道说 我三几岁都曾经是迷恋过这个东西 而当时我会迷恋 就是因为我的态度 我的价值观 是被跟他们是契合的 这就是创作最了不起的 对不对 虽然说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现在跟年轻人讲陈云珍 有些年轻人都已经很陌生了 这个礼拜一 我们才在跟杨赵 在成品谈成应证了 可对我们来说 那是伟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云门也是 可对你来说 你现在退休了 可是那个阶段的云门 就告一个段落了 将来的云门 就是要看 现在年轻的工作者 编舞者 跳舞的人 怎么样替现代的台湾人 或者是喜欢 喜欢舞蹈的朋友 再留下心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那么一定要新的编舞家 跟新时代的观众来交流 因为他们是在 他们是拿遥控器长大的 然后后来又按键 在网站上 这样子的冲浪吧 所以他们台上台下的人 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我想再过十年 年轻观众来看 还要跟我讲 毛笔之刑草 干嘛呀 那我倒不是从票房上讲 可是我觉得 云门做一个现代武团 第一个整个轰动 轰动以及被接受的 事实上是白蛇传 对 那是当然是1975年的事情 那那个时代的那个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么像郑忠龙就是 1月1号要接任云门艺术总监的郑忠龙 他最近的作品是LEDLEDLED 我是如果你要我用LED 我是逃都来不及 可是他跟观众 水乳交融 大家热烈的不得了 他们开party开得非常的棒 因为 因为 这一代的观众 我想是演唱会教育出来的 所以那个声色的那些意象 他们是很开心的 可是可是很有趣啊 我们每一个人走过不同的世代 留下来的这个创作的痕迹 他也就像一个堆叠出一个阶梯形状一样 一对一段的就堆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 走过20世纪 走过21世纪 就是这样子啊 林怀明的时代 终究是要过去 但是过去就留下了这个 可是你要知道 你刚刚也说陈映珍 你在讲陈映珍的时候 你还犹豫了一下 今天的年轻朋友 还认识这个名字吗 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因为陈映珍有很多政治的主张 跟大家好像都搭不上线 可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 对于弱者的那个温暖 他的那个东西 这个社会里面需要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们台湾就会让这个名字不见掉 我请问你 年轻朋友读胡适之吗 说得好 董桥这阵子出了一本书叫读胡适 那的确对年轻朋友来说 他们很多人是很陌生了 很陌生 可是因为我在写红楼新机的时候 我有参考到这个胡适 这个纪念馆里面出了几个版本的 直验在重拼石头记的最早的版本 然后红楼 胡适对红楼的考证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是有很强烈的感触 就是一个时代过去 他真的就过去 可是对像我们这种四五六年级 勉强到六年级 三四五六年级 很多人还是在胡适这个 没错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有问题 现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真的很有问题 我们的媒体也有问题 因为现在是利益挂帅 现在是利益挂帅 这个利益可能政治的利益 或经济的利益 可是我告诉你一个事 我们云门在过去的十一二年里面 去了莫斯科演了 八次 等于尝尝去 那到处都会看到雕像 一个城市里面 你一定有普希金的雕像 一定有托斯泰 这样我就问陪我的 我说这是托斯托野夫斯基的雕像 你们读吗 因为他的书很厚 他很烦 名字又长 他说我们读 我说你什么时候读 他说小学的时候读 有故事版的 然后中学的时候是读 章节的 高中的时候读整本书 大学的时候是读很多书 然后到博士考 不管你干嘛 只要是文科的 一定是这些人 托斯泰文 就是这个东西保留下来 即使是现在的俄罗斯 他还是保留这个特质 是是是是是是 严重的 当然 托斯托夫斯基是直其中的一个 直其中的一个 我去了爱尔兰 在都柏林 然后我到了以后 都柏林都柏林都柏林人 啊 James Joyce Joyce 然后我就从旅馆跳出来 然后东看西看 心理道还没开 很兴奋 嗯 然后就在旅馆的旁边 一个小书店 而且是二手书店 然后上面挂一个牌子 每个礼拜三晚上 朗诵 James Joyce 哇 任何人都可以来 就可以带着他要读的片段 来读 那么书店提供 咖啡 跟一点点小点心 哇 我说每个礼拜三 对啊 我说每个礼拜三 诶 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感慨 因为这就是文化的一种沉淀的 那种浑厚的沉淀力 我们现在只有商业文化 我们的只有商业文化 整个的竞选的活动 也是一种商业文化的 模式的操作 诶 所以如果用这样来说的话 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面 云门走过46年 这不就是一个奇迹了吗 我觉得是个奇迹 对啊 是奇迹了 因为我为什么说 它是个奇迹 因为就只有云门走了46年 其他的团好像也没有 那这个事情不是其他的 编舞家和舞团不好 是土壤是有问题 所以舞蹈的土壤 它不是靠舞蹈来经营 是跟其他全面的文化的 那个东西 好 但是你讲的是 既然是一个奇迹 既然是一个奇迹了 那会不会 也是因为林怀明这三个字 撑起了一定程度的 林怀明是其中的一个大的螺丝 我现在问的原因是因为 那走过了林怀明之后的云门 缺少了这三个字之后 你对他的未来的发展会能够有那么乐观吗 比如说土壤还是这样 还是一个政治干扰文化 今天的云门跟46年前的云门是不一样 第一个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会花一点时间 云门在台北的第一次演出 它卖掉两场 还有黄牛票在卖 但是我们的舞台 中山堂的舞台 是个会议厅 那没有什么灯光设备 结果是用我们 大家看到很亮的灯 实际上是吊在上面的 是用竹竿 绑着竹竿 所以两三节的 两三个竹竿变成一绑在一起 然后互相这样接在一起 然后挂着很重的灯 然后我们一路跳一路跳 就看到那个竹竿变成一个湖 我在讲说 这个时代是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那云门目前 我必须说 我非常感谢云门失火了之后 2008年巴黎排练场失火之后 民间大家的捐款 使我们能够在淡水来建造云门剧场 等于有个基地 我才能够放心的退休 这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过去故事 4000多笔的捐款 大大小小 就撑起了云门的再出发 好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 就是秋水 它的这个背景的音乐 它是音乐家 是爱萨尼亚的音乐家 那这个曲目呢 我只能用英文来念了 Mirror in Mero 静中静 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音乐 但是非常的美 安静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晴天 雨天 每天都想你 白天 黑夜 都要在一起 如果有你 从此变得精彩 POP RADIO 我要大声地说我爱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POP 大国民 请听蔡师平 好 我们在现场的是林怀明老师 他在2019年在10月11号 在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戏剧院 然后11号到13号 10月17号到10月20号 是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 10月26号转到了台中 2627在台中国家剧院的大剧院 会有云门舞级陶身体剧场 林怀明 陶冶冶跟郑中龙三位一起编舞 陶身体 你跟陶身体算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合作吗 就是互相编舞 互相给对方的团队 算第一次吗 可是你注意到他们好像不是最近的事了 很久了 对 很久了 好多年前我在主持新舞台的新舞风 可是我就请他们来过 那么他们也陆陆续续来台湾来过三四次了 我总感觉你对陶身体的这种感情 有一种很错综复杂的情绪 没有复杂 很单纯 我所谓复杂是说 你好像非常赞佩 欣赏他们在身体上的这种舞蹈的 表现到极限 是 那陶身体这么简单的说 他的主持人是 他的艺术总监是创办人是陶冶 陶冶 他会今年32岁 哇 那么这个团已经有10年 那表示他二十几岁就创这个团了 22岁 开始的时候只有两年 你回来的时候创团也才二几岁啊 不一样 不一样 他是天生丽质的 那么不仅身体的所有的训练 从小训练的在那里 而且个性上面非常的强悍 坚持这些东西 我要说是在十年里面 他们走过四十多个国家 去过一百多个艺术界 林肯中心 都只说了一件事情 台上五个人叫做五 台上八个人叫八 所以十二就是十二个舞者 对对对对对 那么他没有故事 他甚至于他也没有布景 他就是身体 而且就是身体 他有一个 譬如说他有一个给自己一个标题 不是标题 一个限制 说譬如说他们有一个舞 从头八 他全部八个人躺在地上 脸朝观众 然后整个演出里面 八个人做一样的动作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舞台的最里面 然后又不知不觉的回来 他只做了这么多 所以你看到的好像是一个minimalist 就是极简 极简 对对 但是非常的纯粹 非常的纯粹 是 他就用一个观念 一个舞只有一个观念 一个观念 贯彻到底 它可以一直变化下去 你没办法做到吗 我的兴趣不在这里 OK 而且我的耐心不够 我也想 好像应该 我比较通俗趣味 我喜欢看台上有一点东西 好像讲一点什么 这些东西 想服装 这些东西我都有兴趣 所以你看 我刚才听你这样讲说 我脑海人就在想说 你给我了一个答案 也好像印证了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艺术创作者 都还是有他自己的气质 你必须要有你独特的气质 跟独特的完成度 可是每一种艺术 是不是也有一个部分 不管你什么样的气质 它有一个共同的部分 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的部分 所以才能够出现 比如说你非常欣赏 陶冶是这个特质 那陶冶也可能会非常欣赏 你的有点热闹的取向里面 也有一些是舞蹈的特质 我不大觉得 他们没有跟我吐口水 我已经觉得不错了 因为我怎么这样问呢 因为我在看那个郑中龙 他在讲说 他说他是vanga长大的小孩 所以他意思是说 他的世界是有点花花绿绿的 那看起来也是有点像你的说法 就是说台湾这种文化的处境 很难出现那种很纯粹 很纯粹的东西 他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 不是不是 这是整个文化性的东西 讲个简单一点 比如说 你说我们的戏曲 全部是一包 全部 像唐人讲跨界跨航 没有 他整个就一个综合的东西 陶冶的东西倒是受到西方当代的影响 但是你这也跟环境有关吗 yes or no 整个大陆那么多也就出陶冶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 全世界就盯着眼睛看的 一个21世纪的编舞家 我非常佩服他 我也非常佩服钟龙 他今天所驾驭的东西 所达到的高度 他我在他年纪的时候都没有做到 钟龙今年43吧 可是我在43我编了什么 我都不太想不想 我当然很了不起 我在28岁编了白蛇传 然后31岁编了新传这些东西 可是我想我的那些作品 跟他们今天达到了成熟度 我是做不到的 我是做不到的 但他们是在一个吃汉堡长大的一个世代 那我们是吃地瓜 西饭长大的 那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不好比 没有什么好比的 可是我喜欢你刚才在欣赏 这个陶冶跟郑中龙的时候那种气度 因为你晓得这是气度 我们能够欣赏年轻的世代 超越我们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就这么大气的肯定他们 我觉得这是气度 他们是好 他们是好 那当然我们也给他们营养 陶冶他说过说 当年80年代的时候 他们把云门能够找得到的DVD 就死命的看 死命的看 死命的背 然后很努力要变成那样 然后发现说是做不到的 他走他自己的路 你讲这个话就让我想到 我每次喜欢引这个话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非常知名的导人 但我现在一下忘了是哪里看到的 那个导演说 然后问他创作的一些起源 他说每一个导演 他说你注意 他跟那个记者说 你注意每一个导演 在他们生命过程中 都会用他们的作品 向他们年轻时候看过的某些导演致敬 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传承的了不起 总就每一个我们努力的做 认真的做 就会有一些世代 有一天会说 我们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看过林怀明老师的某些作品 然后激发了一些对舞蹈的兴趣 而且我们知道 我们绝对不要跟他做的一样 没有这口气是不行的 可是问题在你之前 在台湾要谈现代舞 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渊源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如果留在纽约的话 我会听到震耳欲聋的大师们的 很多的声音 我就会像你刚刚说的 不得不去跟他们致敬 你受到很大影响 那么回台湾了以后 我可以跟你说 我在美国觉得是文学写作 我在美国三年 大概只看过四个现代舞 所以现在我是不懂的 我受了训练 那回到台湾以后 没有报复 不止你恨不得 那个时候恨不得 有一些什么东西 可是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连外国舞团 如果两年来一个都不错 在早期70年代的时候 我可以再告诉你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云门73年成立 到1983年的时候 我终于存够了钱 买了一个VHS的那个录影机 然后我才得到了两个片子 舞蹈的片子 倒过来倒过去看 那就意思说 我没有什么外来影响 我找不到影响 所以我只好在自己土地上挂 去看京剧也好 看原住民的舞也好 你在故宫博物院去看字也好 你只好这样走 但是我多么幸运 所以 就是因为这样 德跟诗之间有时候 弄得全部是德 对啊 我说就德跟诗了 没有受到什么西方大师太多的干扰跟影响 对不对 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年轻编舞家 我觉得他们幸福的有点过度 而因此出了问题 因为在YouTube上面 你可以看到百家的作品 然后我想他们投的是混的 很感人吧 各位 林怀明老师在我们现场 好 回到现场 我们在现场的是 说他要退休 日子要过得很废的林怀明老师 但是各位刚刚可以看到 他一讲到舞 一讲到创作 讲到过去 哇 整个人都回来了 那个整个魂都是飞在这个天上 非常的潇洒了 老师你刚刚讲了说 现在的这些舞者 他们的资源多了 所以他们要怎么去抓到风格呢 比如说要一个自己的风格 因为有时候就变成说太多了 比如像他们现在写论文一样 你说一个老师 有时候会觉得说 哇 这段像哪里来的 那段像哪里来的 这个像哪里来的 怎么办 其实我想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我们说精读跟掠读 那么今天大家在网站上浏览 事实上是掠读 我记得马水荣老师 跟我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早年 大概在60年代 他们学音乐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多少乐谱 特别是现代乐音乐没有 所以 许长慧老师从巴黎回来了以后 他们就会跟老师借一本乐谱 这本乐谱 超完了 注意没有影音机 超完了以后再换一本 所以马水荣他们就是超乐谱 可超乐谱跟读乐谱 是不一样 超完了 你就记得了 所以那个东西慢慢的就累积出来 慢慢的就累积出来 那我觉得 像这回郑中龙和陶冶 他们真的是沉淀了 在吐出来 而且为什么会互换 就是互相 这个事情是抽烟惹出来的 因为陶冶到云门来演出 那他跟中龙两个就坐在那边抽烟 哈拉 然后说了说陶冶就说 中龙啊 你什么时候到北京跟我们陶身体编个舞吧 中龙说好啊 然后再想说可是你也要到云门来编个舞啊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们 我辗转听到了这句话 我就问他们说当真 两个人都说真的 好 所以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是云门很有趣的 互换的 互换编舞家 编舞家 还舞者 你是帮资深的舞者 我是帮云门的资深的舞者 编的秋水 那么郑中龙到 陶身你到北京去编 然后逃身体到云门来编 都编完都很棒 就这里面事实上是遭遇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些身体都是陌生的 那舞者对这个新的来的一个编舞家 他做什么 也是陌生的 然后很多的编舞家 他做的是 他只是一个style 什么动作都可以 这两个人都在讲究动作 独特的动作 所以两边都被整得一塌糊涂 我想 所以两边都因此而长胖了 丰厚了 所以这里面变得很有趣 所以到最后是两团一起演 三个作品 这回动员了多少人呢 前后台加起来 大概有50个人 云门演出 以往即使连九哥那么大 我们往国外走的时候 35个 所以这回是三个节目 但是阵容好大 那你的秋水 为资深的舞者编 有特别的用意吗 当年 三年前我们要做秋水的时候 那时间也不多 新的舞者总在学旧的舞 我们有些旧的 像水月 像德朗德这个 他们要学旧的旧 那么资深的舞者 他都会跳了 他当然富贤了 我说来来来 我们跳 我们再做一个别的 那跟他们工作 我得心另手 因为大家都熟了 所以这回 不小心就变成 因为当初觉得演完了就完了 可这回因为 陶生里跟云门的交换 合作 所以老先生 年轻人不气 老先生也嘎一脚 所以这回出来了 有人以为我们这些要退休的舞者 跟要退休的艺术总监 那就是演秋水 好像是夕阳无限好 非常眷恋 当年不是这个意思的 但是人家这么想 我也不否认 怎么样都好 是京都的水 我们访谈也慢慢接近尾声了 我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你退休了 那么多以前的作品 将来如果云门再演 你会容许 这些年轻的编舞家 去改动这些 经典的舞蹈的内容 或诠释的方式吗 我想没有人有这个兴趣 所谓年轻人就是 觉得还有下一个我要编 他不会这么紧 他们不会回味 像我们讲 要回顾一些经典 如果要做的话 要重新来过 没有人会去改他 没有人会去改他 但是要花很多时间 来重新来编排 来排量 所以你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 我不太担心 没有了也不要紧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只能就回去找DVD 重新来 或者到YouTube上面来找 没错 但是你要知道年轻 明天是属于年轻人的 你给一点时间 他就放起跟斗来了 所以你也不必眷恋 已经过去了 在我们现场是林怀明老师 10月到10月11号 到10月27号 分别在高雄魏武营 台北的国家戏剧院 台中的歌剧院 那这个相关的讯息 各位可以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可以查询得到 我们在退休以后 你还会接受访问吗 可以 完全退休以后 如果有空的话 有空 你退休不是应该很有空 退休很可怕的 退休最可怕的事情是 大家就说 那你现在没事了 你就过来做这个 到时候会一大堆事情 所以你会比以前忙 然后你到年底 你坐下来 你一事无成 所以退休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退休会住在老家 就自己在原来住的地方吗 应该是 不会是特别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我不会特别 可是 跑到台东 我如果在家里一天到晚 追剧追烦了 我想出去走走 那也会 好像非常好 我追得很好 我追剧还看了 俗女养成绩 我觉得好棒 当然我年初也看过 与二的距离 我觉得好棒 那你真的 你真的 我有练习 有练习了 好 在我们现场是林怀明老师 我们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 还是刚才没有听完的 这个静中静 爱萨尼亚的音乐家的作品 也就是秋水的作品的音乐 谢谢老师 谢谢 还是舍不得 真舍不得 要舍得 好 谢谢林怀明老师 这有一頑 鸣蛋 有 是 词 你 我 你 你 有 在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